对于生在浦东,长在浦东的人们来说 28年的改革开放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为此,东方卫视记者特地走访了两位浦浦通通的浦东青年 让我们从他们的经历当中来真切地感受浦东新区这28年来所取得的成就 今年30岁的李贝利出生在浦东新区高航镇 浦东刚开始开发开放时,他只有2岁 脏乱差的居住环境和出行难,是他童年记忆中最深刻的印象 那我们出行呢,比如说去购物或者是去医院,我们都需要走这条路 那么这条路是土路的时候,我们出行都必须要下雨天都要带一双鞋子,因为会非常脏 那么我们从这条路走到车站需要半个小时左右 随着开发开放的逐步推进,李贝利身边的环境也在悄然发生着改变 2003年1月,世界首条磁悬浮商运线在浦东试运营 刚上初一的李贝利跟着参与建设的电气工程师外公 坐上了试运型的磁悬浮列车 当时坐磁悬浮的时候呢,它速度非常快,然后也非常平稳 那么这个对于我来说是非常震撼的 浦东发展的速度也像磁悬浮列车一样走上快车道 2009年,李贝利开始在浦东创业 主营母婴用品电商 随着国内母婴市场的繁荣,销售的商品增加到了几百种 仓库也从小的储藏室办到了大库房 2013年,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成立后 李贝利又抓住机遇在自贸区里注册公司,拓宽销售范围 儿历之年的李贝利已经成家立业,生在浦东,长在浦东,浦东给了他想要的一切 28岁的黄建昭正好和浦东新区同龄 如今他带领着一支年轻团队在浦东张江从事网络信息安全技术研发 创业初期,动态密码技术在国内还是空白 为了完善技术,集齐全部许可牌照 黄建昭团队花了整整四年的时间 我们最艰苦的时候是连着四个月没有办法发出工资 但是我们整个核心团体是没有人离职的 就是大家一起共度难过 不惧困难,不断进取 创业热度正在吸引更多的年轻人 目前,张江拥有从业人员约36万人 其中博士6000多人,硕士4.3万余人,本科生12万人 更多的优秀人才正在不断地加入 作为上海浦东新区的四个重点开发区域之一 张江高科技园区正向着世界级科创中心的目标不断地迈进 东方卫视记者张正磊,杨慧,上海报道